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开曼谷 北上老窝外向 就是从繁华和丰富走向自然和质朴 老窝的崇山峻岭间处处是翠绿的水稻田 老窝人的主食当然以各式米饭和米线为主 老窝菜的特点是酸辣生 之前有人说和泰国相比 老窝饮食要清淡得多 但沉寂在外向街头的体验却完全不是这样 感觉很高兴 既然我们来到语言语 这些食品就是饱饱 饱饱和鲜饱 饱饱和鲜饱 看着我甜味 好吃 好吃 我嘗嘗的全部,相信你 蘿蔔 嘗嘗嘗 谢谢你 谢谢 谢谢老挝的朋友Jan的推荐 看起来很清汤寡水的样子 但吃到嘴里面真的给我惊喜 现在我尝尝这个很像叉烧的猪肉片 尝尝这块 包了很久的排骨 哇 非常的tender 入口即化 吃面条不是这样吃的,休息分一样 我吃面条不是这样的 必须要这样的 我不 汤面一定这样 西方有汤面吗 没有 东方才有汤面 汤面一跳 我觉得这样喝汤更爽 很鲜美 很鲜美 太美了 烤鱿鱼 怎么那么咸呢 我本来是期待有一点点甜味的 泰国和老挝的菜 我吃到甜味特别多 今天吃到只是咸味和鲜味 来 干杯 干杯 哪里 就是少咸味 这碗 都要有甜味 就在里面 涂面 吃 不好 没 干杯 嗯 嗯 顶上那块是什么 西红柿 辣不辣 不辣 多少钱一串 我不是说你辣不辣吧 你说不辣 这个不辣 辣椒很辣 哎呀天呐 眼泪都快出来了 太辣了 十串烤串一串香肠我们花了 十二万鸡脯 也就是老挝的货币 出来吃个双烤都带几十万 我们身上大哥太厉害了 身上不带个百万十万不敢出门了 里面还是有香薄的味道 还有 泰国罗勒叶 很咸 没有甜味 好不好吃啊 一般 一般就一般了 嗯 饭子不买了 不买了 还这么贵 几万块 首都万象隔着湄公河与泰国相望 每到枯水季节 人们可以汤水走到泰国 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 由市区可以如此方便的到达邻国 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 万象这个名称的含义 与大象并没有什么关系 是当地华侨对这座城市名称的音译 说起来顺口 听起来悦耳 这个名字就沿用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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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 欢迎来 大家好,欢迎订阅美国,欢迎订阅美国 2014年,是 马来西亚住老婆的大使馆非常友善 他们的工作人员准备了特别有马来西亚特色的早餐 这个酱好好吃啊 刚才我吃的,我觉得这个咖喱鱼特别好吃 相当不错,而且他居然做的一根刺都没有 还有这个辣椒酱,加的那种海鲜的小鱼蛋,味道特别的好 我喜欢咖喱鱼,我喜欢咖喱鱼 好,我们来吃一碗 万象,我们只是匆匆一过 第二天,车队就赶往古都,朗博拉邦 领队放弃了大路,选择了穿越老窝中部山区的一条旧路 这条路在二战和后来的越南战争期间 曾经是这个国家的战略生命线 和平时期,基本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 这是我吃过的所有餐厅最高的,风景最美的地方 看为观止 朗博拉邦 一个精致的古色古香的小山城 是老窝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个城镇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被公认为东南亚传统与殖民风格 保存最为完好的城市 成为西方游客追求的世外桃源 车队艰难行近700多公里 傍晚才到达目的地 朗博拉邦的夜市 典型东南亚风格的铺陈 食物琳琅满目 从老窝本地的特色 到中国四川的麻辣烫 应有尽有 这是中国的麻辣烫吗 是 老窝的四川我这做出来的 我觉得好想吃啊 看到这些真的肚子很饿 这边我们吃过香肠了 那香肠有点咸的不知道这儿的味道是怎么样的 好肥啊 还行味道还可以 但是就是不是那么新鲜 肉有点板 这个是我们的领队极力推荐说 一定要来这个市场夜市 因为比较便宜 可以尽量的去堆 堆到你堆不下为止 这顿饭好贵啊 十万块吃一盘饭 不是十万是一万 一万吃一盘饭 吃剧多少算多少 对 这有竹笋 还有油炸的 而且黄瓜都好大 is this included in there 味道一般所有的菜 基本都是凉的 一万鸡谱呢 相当于八块钱 八块钱装满一盘 买个好玩而已 我来说 嘿咯 所以你喜欢吃的饭 一干吗 很甜 真的很甜 很甜 很甜 有一点多的 是的 ick 我喜欢买的食物 店里面 有万一样 店里面 店里面 各种不同的食物 我从来没有这么多 我很喜歡吃辣辣,熱熱的食物 我感覺是變得更容易 因為每一道菜都吃得更好 但我完全愛它,實際上 卡10,錄像 卡10,全清 卡11,錄像 卡11,全清 古都蘭德拉幫又是匆匆而過 我得說,如果你只能去老挝的一個城市 那一定就是朗博拉幫 離開老挝和進入老挝的路途一樣艱難 但只有這樣才能感受這個國家最原始和質樸的風景 這一路越接近中國,大型車輛越多 很多車子已經掛的是中國雲南的牌照 當然,這些大車走老挝的山路比我們的越野更困難 馬上穿過那個口岸就回到中國了 高興的是,我有四季 所有遊客都走過移民 只有一個車、一個車 都很輕鬆地走 謝謝,再見 再見 告別了朗博拉幫,我們終於進入了雲南省境內的 墨夯口岸 回到家的感覺真好 歡迎 你們考那個中國駕照需要多長時間 通常都是15分鐘吧 這麼快 它不是考試,它只是你要聽它講 要在車子的狀況良好的情況下,它們都像過形式 只要注意安全,不要過快的形式 對應你們自己的牌照裝 你自己的牌照裝 你自己的牌照 入夜了,我們進入了雲南省普爾市 一個叫做克曼村的哈尼族寨子 熱情的哈尼族老鄉已經準備好了原生態的歌舞晚會 日常來說什麼事 快啊 是 到 problem 是 е hip 好 什么 哈尼族的 少数民族同胞为我们再歌再舞 我们感受到这种浓浓的云南的淳朴的香气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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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饱就是鱼米了 饱饱 饱饱 好吃吗 好吃 腊肉肯定特别特别特别香 两年前我在云南住过差不多有五个月的时间 对于我而言最好吃的菜一定是云南的火腿跟腊肉 迫不及待了 肥的 我不想吃肥的 因为瘦的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 二样 在云南的每一户人家每一顿饭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白水煮的蔬菜叫做淡菜 这样的淡菜可能会是小的南瓜 也有可能会是各种的豆角 也会是冬瓜 他们是作为一道菜来吃的 但是这样的菜一定要配必不可少的蘸水 然后跑碎 哈尼族老乡准备的这一顿晚餐凸显了食材的重要性 无需高超的烹饭技巧也能呈现新鲜食材的原汁原味 新鲜食材的原汁 我们两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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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红烦的 我们两个资金 小独菜 小独菜 菊花独 谢谢 av 来 来 ac y 叶已经深了 篝火晚会接近尾声 我们从内心感受到了云南老乡的热情和淳朴 这也是我们自卫滚滚来来目组 跟车队说再见的时候了 历时17天 行程7000公里 车队终于在新奥会开幕前一天到达南京 我现在在等待车队的 所有的老朋友们在南京齐聚 心情非常的激动 欢迎到南京 欢迎 欢迎 在南京来感觉怎么样 哎呦 那么南京很好啊 我们在东南亚期间 车队对我们照顾有加 到了南京 我们也送上了一点小金蜜 南京特产盐水鸭 南京的盐水鸭 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 你看就可以吃 那你看我怎么吃啊 有骨头吧 应该拿开的骨头在哪儿 车队和18天到飘点美食互换队服 当然 我们的队服是飘点美食龙舟队今年的比赛服 谢谢您非常感谢 我们非常感兴趣 谢谢 好 再见 再见 从中一别 车队要重新踏上他们的路途 在路上的这些日子里 我们对旅行又有了新的理解 你从未来发展 我喜欢上各种 obey的文化 然后去规及人生命 在各国的世界各国 和各国 一些经历它们的动作 我认为自由选择 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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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也可以 放选择 我生 rook 你喜欢在在自己的生活中 因而在在自己的生活中 每次我做一次 我认为这会儿最后一个 但另一个就出来了 我只能抗拒到重新的 这是我的热情 我看最大的鼓励 就是我们自己是拿来做一个挑战 自己在挑战 我没有去过东西的地方 我才带你去 人们像我 我们开始旅行 因为我们有它在我 我们不再想念 我们不能想念 你享受了所有的东西 如果没有想念 任何东西都会过来 是一套奉择 所以是一套优化 做完造成的 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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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